欢迎来到三国茶馆直播精华 讲到江东孙家的三代元老 这三位大家都很熟了 陈朴嘛 黄盖嘛 哎,还有谁啊 第三位是常常被遗忘的边缘人 韩当啦 他的人气一直不高 但韩当跟他的儿子韩仲 他们的历史故事可精彩了 这次就来回顾这对父子吧 好,我们今天这个主角 他的名字就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悲剧了 韩当是义工 好像天生注定要当义工 首先 他随孙间四处作战 常常在这个惊险 在围棘之中 他还是非常的英勇 再来孙间死了以后 跟着孙策到处打 打丹阳郡 吴郡 桂姬郡 所以孙策不是在那边 横扫江东的时候 韩当几乎参加了这个大小战役啊 然后怎样 破刘勋 破皇族 赤壁之战又破曹局 他也有参加哦 赤壁之战他也有参加哦 然后又跟着呂蒙去打南郡 然后怡灵之战 他又跟着乐圈之战去破刘备 所以记载中啦 记载中他只输了一场战役 就是天柱山之战 这是韩当历史记载中 唯一一次败战 哇塞 超级长胜将军 只输一场 而且那一场还不太算是正面交战 因为其实魏国不是要打东武 魏国只是要打这个成蓝梅森 那他去帮忙 然后没有成功 假如我们要讲他几胜几败的话 那如果我们说三军算三场胜仗的话 哇九胜一败 对不对 九胜一败 而且还没算他跟着孙坚打仗 也在打胜仗啊 靠啊 根本就是超强的吧 那为什么我们对他的存在感 感觉到这么的薄弱 哎 他什么战都打了耶 对 有人就说到 他其实就是听令形式的一个将军 他几乎没有独立作战 那可见他的全能力 还是比较偏向带兵 而没有更长出所谓的谋略战略战术 所以虽然战绩是很显赫 年资这么老 那你也可以看出来 他可能真的在某方面是有欠缺的 吕蒙陆勋都比他年轻很多啊 但是即使你说他不能当将帅 不能当元帅 可是也是一个很棒的将军 而且是每一场战役 你都会想把这个棋子摆在前面的 那就是好用的坦克嘛 再来再看 为什么韩当他明明这么厉害 看上一页超级厉害 为什么这么厉害的人 却没有留下同样等级的印象 因为陈浦跟黄盖实在太耀眼了 陈浦是一个江东版关羽 他可以当同管大军 也可以在后方出谋划策 黄盖的智盟很可能更胜陈浦 我之前就讲过 他是神火计的真正出处 正版神火计 这并不是说周瑜是盗版 周瑜当然不是盗版 周瑜是跟黄盖合作 演出的赤壁之战嘛 可是让黄盖去投降也好 乍翔啊 然后用这个钢材啦 焦油啊 点火啊 这一切的计策 全都是黄盖提出来的 那周瑜统一以后 去做这个准备 所以两人一起谋划没错 可是提出计策的是黄盖 那黄盖的智盟超级厉害 所以陈浦 有勇有谋 那主要还是偏勇一点点 那黄盖有勇有谋 但是谋又更厉害 那这两个人都已经是能力值 已经算是封顶了 寒当当然就被比下去了嘛 寒当有什么好讲的 人家江东版关羽 人家正版神火计 那你剩下什么 他的同期太强了 而且是强到不可思议 其实陈浦跟黄盖这样一个人 我告诉你 一百个将军里面抽一个陈浦 一百个将军里面抽一个黄盖 就已经很稀有了 其实一百抽可以抽到一个陈浦 就已经要放烟火了 那好了 我们说刚刚讲的东西 还有哪些人设呢 其实刚才大家都讲到了 他是擅长骑马射箭的 而且这个在东吴的将领里面 是很稀少的 然后他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式官长 整个东吴三代里面 他是元老 元老我们用这个男生当兵的一个比喻来说 就是老式官长 当过兵的人都懂啦 连长理论上是一个连里面最大的 可是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士官长 不太怕连长 甚至不太屌连长 如果这种士官长个性汽车的话 会变得非常讨人厌 会是那种很击败的士官长 可是韩当是一个很可爱很好的老式官长 哇那就很难得了 他几乎每场大小战役他都是去打 他还是怎样 身先世俗 很让人觉得这个长官了不起嘛 所以老式官长这个人生也很有趣 而且可能有时候会忘记 这个不能忘啦 这个是他很有魅力的一点 因为他明明是可以 这个为所欲为我 他却没有 然后不争功好义功 那最后一点就是可怜啦 他的可怜的孩子韩仲 韩当什么都好 真的什么都好 不只打仗好平德 应该也不错 唯一不会的就是不会教小孩 我们最后再讲这点 来要看历史的部分啦 尊策东渡的时候 让韩当签先登校尉 给他2000兵给他50匹马 这个到底是重视还是不重视啊 大家可以先想想 这三句话我亮黄字好像都有一点点 没有把韩当看得这么重要 但其实不然 你如果有注意到的话 孙策一开始只有一千人 他是一边打一边把投降的也好 然后一边有别人投靠他 所以 可以确定的是孙策总没有 绝对不到一万 甚至不到八千 那韩当可以拿2000 那已经是头号大将了 那就是头号大将了 对 其实我要讲的是 但是这句看似没有把韩当换在重要的位置 不 他一定是主力啊 论到吴勇 论到前锋 他是最厉害的那个 那另外一个特点来了 与周瑜 破朝宫 与吕蒙 曲南俊 与陆俊 与陆俊 出然 他怎么都在与啊 他怎么都在与别人啊 你会发现 韩当 一定是主力前锋 他还一定怎样 他只要出战 他一定要配 温开水 呵呵呵呵呵 他只要出战 一定要配一个好军师啊 他就都跟那个 智谋 点满人出战 那好像也说明了 韩当本身 武力点满 但是他需要一个智力点满的人 陪着他 这个军团才会平衡 就是如果我们用现金的游戏 我们现在不是玩那种什么手游 抽卡游戏 韩当就是那种万用角色 跟谁都可以搭 万金游 哦 真的很棒 我前面讲了很多 韩当的优点 但还有一点蛮可爱的 赤壁之战 黄盖被流箭射中 掉到水里 那吴君子是怎样 看起来像是自己人的 衣服盔甲之类的 先把他捞起来 放在厕所 放在这个船舱里面的这个 小地方 黄盖勉强振作啦 其他应该意识很模糊了 勉强振作叫了一声韩当的名字 可能叫义公 义公 然后韩当听到了 诶 这是黄盖的声音 这是功夫的声音啊 赶快怎样 哭着去帮他这个 换衣服啊 然后帮他这个 做一些急救处理 你可以想像吴君 一定很多人落水 然后救起来以后 也没办法一一救治 因为可能伤者很多 受伤的人很多 那也不知道先救谁 反正打仗 这么要紧了 根本也没办法好好的 处理每个伤患 那 韩当赶快去 帮黄盖做处理 所以黄盖才活下来 不然黄盖有可能 被丢在那边 说不定就被遗忘了 但韩当自己就是一个边缘人出来的 韩当知道被遗忘的感觉 我常常被遗忘 现在这个 听到黄盖的教室 哎呀功夫 这是功夫的声音 我怎么会忘记你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韩当 陈朴黄盖没有写说他们情同兄弟 但我觉得他们三个人 也接近快要结拜兄弟了吧 他们最可贵就是 过了好几年 刚刚好因缘巧合 孙策又到了元素那边 然后也得到元素的 信赖 那即使 后来孙策这个 到了元素会一下 想要父亲的救部 这些人也不见得 一定要跟随他 但他们就是 愿意跟随 所以这三个人 其实真的是很感人的 他真的就是一个 你看 他不只是可以打仗 可以带兵 还可以救人 还可以救兄弟 真的是一个万能的义工 那最后讲这个 韩仲了 韩仲的超级好笑 来不认识韩仲的 一定要听 接下来的这一小段 因为他以前就有点 不守规矩 但他一直觉得 哪天孙权容不下他 或哪天才会打过来 我还是 投靠槽位好了 孙权是知道的 知道韩仲不规矩 那孙权怎样 孙权因为韩仲的老爸 韩当毕竟是整个孙武林 这么重要的人 孙权虽然因为他老爸的关系 没有去给他 问罪什么的 可是韩仲心里一直很害怕 就觉得 我好像随时会有 危险 所以 当他的 老爸一死了以后 他把他家的家属 布局 自己的私兵 男女数千人 全部带去 投奔 魏国 靠北 魏国怎样 听到韩当的儿子 哇塞 那可是东吴很重要的人 魏国当然很开心 让他当 重要将军 还封侯 一加入魏国 马上封侯 那就是 因为他在东吴的地位很高啊 而且 最可恶的是 好 你害怕自己有危险 你投奔魏国就算了 但他后来怎样 常常到东吴的边境来 杀害东吴的人民 哇塞 这真的就是卑鄙小人啦 你加入以后 你封侯 你自己有个荣华富贵就算了 你躲起来就算了 他还树犯边境杀害人民 那孙权怎样 恨到 咬牙切齿吗 孙权恨死他 所以孙权除了桌角最想砍的人 就是韩仲了吧 孙权也讨厌 虞帆 虞帆常常讲话得罪孙权 可是我告诉你 孙权不喜欢虞帆跟不喜欢韩仲 根本就是天跟地的差别 不喜欢虞帆那只是小事 那只是嘴炮的时候 讨厌他这么嘴 对韩仲是 切齿之恨 是恨不得良把他 有一些小道消息 把韩仲说得更坏 不是说韩仲想要反叛的时候 还怕左右的人不跟着他反叛 所以他想了一个方法 父亲过世要办丧礼 他叫所有的亲戚 所有的姑姑姐姐 尤其是女生那边的亲戚 都叫过来 为什么要叫这么多女性的亲戚 他做了一件天人共分的事情 他把这些人骗来以后 他的什么 姑姑 阿姨 小阿姨 大阿姨 来全部送给他的部下说 我告诉你 赏给你们 来这些女人认 认你们玩 那这要降临部下们就开心嘛 他就杀 牛啦 饮血啦 完了我的女人 喝了这杯酒 咱们就一起去投奔卫国吧 干 这什么人啊 这 还是个人吗 我不当人啦 啾啾 我不当人啦 啾啾 不只韩当一个人要气死 他的整个家族都要气死了吧 我以前也讲过影片 潘章 潘章也是乱七八糟嘛 然后潘章也有儿子啊 还蛮多这种 孙吴的这种八加九将领 他们的儿子就是乱七八糟 其实当初老爸就没多守规矩 那你可以想象韩仲可能也是跟这种其他的一些 富二代混在一起 官二代混在一起 所以他为什么没有学到老爸的好 可能就是没有受到 爹爹的教诲 就跟着一些其他更乱来的人 混在一起 那久了久了就是这样吗 当然这段到底是不是事实不确定 所以三国志没有写 可是也有可能是事实的 也有可能 我们不知道 那还好怎样 朱格克知道孙权很恨 韩仲嘛 这个时候孙权刚刚好刚死一年 所以他把这个韩仲的 头 送到这个孙权的庙里去祭拜 阿权跟韩当 终于可以好好睡了 因为 还好韩仲还是死了嘛 朱格克也立了一个大功 所以 虽然韩当韩仲 你可能也都听过 可是今天讲完 还是有聊到更细的一些地方吧 还是有听到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吧 那整个江东的故事 我们就在等 完成版影片吧 在等我们的这个 三国茶馆影片 那就到这边结束啦 大家晚安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你的订阅按赞留言 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我是说出了刘裕 我们下次见